現代 Intel 時代 LGA E2000 Liand 處理器 搭配的是 W480 主機板 如果你想要選擇伺服器等級 還具有 IPNI 功能的 W480 主機板 該如何選擇呢? 我是編輯 威廉 歡迎收看開箱 SPOLIGHT 3 分鐘短開箱 快速掌握新科技 這回我們要介紹的是美超維 Super Micro 推出的 X12 SCA-F 這張主機板 從外包裝上可以看到美超維自家推出了一系列伺服器相關的產品 僅有在下方有一個 X12 SCA-F 的條碼標籤 十分具有伺服器的風格 縱觀這張主機板採用綠色 PCB 沒有華麗的 RGB 燈效 沒有豪邁的供電堆料 一切以伺服器精神為主 可以說是重植不重量 此外這裡還可以看到一顆 XB 的 AST 2500 BNC 管理晶片 能夠提供完整的 IPNI 管理功能 對於需要遠端管理設備的用戶來說 絕對是必要的 後IO 方面 具備有總共 6 加一個 USB Type-A 與 Type-C 插槽 內顯部分也包含有 DVI、 HDMI 與 DP HDMI 更是有著 2.0 的版本 能夠以內顯輸出 4K 60p 另外低效的部分是有 IPNI 影像輸出的 因此如果你是要作為一般用途 記得不要插在 D-SOP 上 有線網路的規格為 2.5 GB 加 1 GB 1 接採用 Intel RAM 另外還有一個銳裕的 1 GB 1 RAM 這個是供 IPNI 管理使用 用戶們記得注意一下索機的插槽是否正確 供電方面在主要 CPU VRM 的部分 搭載 6 加二項 V-Core 與 VCC GT 的供電設計 或許會有用戶覺得感覺有點寒酸 但伺服器與工作站的主機板 並沒有需要為了超頻或是在極端環境下使用 因此整體方面自然是以重質不重量的精神打造 主要 PWM IC 採用 MPS MP 2975 Moxfit 方面則是每一項採用 MPS MP 8694A DRMOS 的配置 此外除了用料以外 將板子還搭配由美超為自家的 IPNI 管理軟體 用戶只要接上 IPNI 的網路口 即可用另一台主機藉由 IPNI 全權控制它 不管是電壓監控、風扇轉速等等 還有可以直接遠端硬體 Reset 開關機 以及透過 KPM 進行桌面控制 IPNI 讓你實現最完整的遠端控制功能 在看完以上介紹之後 Super Michael X12 SCA-F 是市場上少見 真正以伺服器與工作站精神打造 W480 主機板 如果你需要使用 IPNI 或是你想要一張伺服器用料的主機板 這張 X12 SCA-F 相信是市場上少數能夠滿足玩家需求板子 最後如果想觀看詳細的測試報告 可以直接點選資訊欄中連結 大家喜歡這部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是威廉 開箱18LINE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